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过是莲花丝亲罢了 你说 莲的是谁 撕的是谁 七少爷 你又拿我开心了 我怎么拿你开玩笑 我给你问问题啊 天然兴 你在干什么 我在问小莲问题呢 走 到你房里去借本书 你除了借书还会做什么 走吧 老冯 七爷 您来了 这回是少奶的吧 房子干净吗 干净 打扫好了 您请进吧 要不进去坐坐 不去了 好 走吧 你看 这儿的视野多开阔啊 住在城里的人 是无法感觉到的 是啊 住在城里的人 是无法感觉到的 却不能领遇得到 能领遇到的人 却无法来到这儿 你知道我今天 为什么要请你到这儿来吗 不知道 还记得啊 在王家后花园 我跟你说了一半的话吗 那另一半呢 你看那儿 你看那儿 青秋 你的梦想是什么 上大学 读硕士 读博士 我觉得呀 你可以当老师 读一辈子书都好啊 不行 让我便宜 不在哪儿便宜 还不止这些呢 看 这是什么 诶 我的手键 怎么跑到你那儿了 诶 我的手键 怎么跑到你那儿了 你不真的 你不要丹尼 你哪儿了 像我就是 你那儿了 怎么做 欸 你不在哪儿 你不在哪儿 决定的 你哪儿 你不在哪儿 我转到你一天 你不在哪儿 夜变春风 这个事 我想对你说的 另外的一番话 也是我的梦想 你把这车骑回家去吧 还是放在你那儿吧 不然我妈又要多笑 我觉得你母亲挺喜欢我的 不讨厌我呀 还是不太好 好吧 谁呀 我 二哥 开门 哎呀 我已经睡了 要拿什么东西 明天早你再拿 快开门 我有事情找你 快点 二哥 你要拿什么东西啊 这么晚了 什么都不要 是你二嫂找我麻烦 晚上睡不着 今儿晚上我睡这儿了 睡我这儿 那可不行 我应该睡惯了 多一个人 不习惯 怎么不行 这么大床 不能睡两个人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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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什么要吵 要吵吵二嫂去 半夜三斤跑到我这儿来吵我 这根本就是沉门失火 殃及驰鱼不是 我就是不愿意和他吵 这才躲开的 你愿不愿意让我在这儿睡 你要不愿意 你把毛毯给我 实在不行 我睡沙发行不行 不是我不让你睡 我是艾伯二嫂知道之后 骂我们兄弟俩勾结一气 不是好人之类的话 我才不管呢 你这样一条毯子会冻着的 干脆 上来睡吧 我们城门失火 岂能殃及驰鱼啊 行了行了 上去睡吧 快 我说的话什么时候变过 快 对嘛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 还是床上舒服啊 二哥 你别睡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 这结婚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你看看 大哥大嫂 为那么一些琐碎的事 整天闹得不可开交的 三个夫妇 也更不像样子了 为了那么一个男戏子 成什么样子 也没以为你们夫妻俩 让人羡慕 没想到大半夜 给轰出来 哪个容生之地都没有 你怎么感叹起婚姻问题来了 我迟早要面对啊 所以 让人想起来望而生未啊 一句话 结婚是个陷阱 要是跳进去啊 就出不来了 我还可以当和尚去 瞧你那样还当和尚呢 睡吧 睡吧 七少爷 您今儿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 看电影啊 您不是约好十一点 跟冷小姐去看 一某一爱情吗 这么重要的事我能忘吗 别车 是 七少爷 三少奶奶 老七 二哥不在这儿吗 三嫂 早上有事吗 昨天晚上在我这儿睡了一宿 晚了早上匆匆忙忙回去 不是我要找他 我问他为什么跟二嫂生气 我呀 想当个调解人 我也不知道 老七 大华剧场十一点钟 有一场电影叫什么 阴谋与爱情的 说是很好看 你可一定要陪我去啊 我自己要去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我自己要去的 不过我约了其他人 不能陪您去了 不行 你把约的人推掉 不然的话 以后有事别来求我 那怎么成啊 你要不请我去的话 我可生气了 我请你去看 但是 别淡事了 没那么费劲 好了好了 三嫂 我出钱让你去看 只是我晚点到 因为有点正经事要办 我知道你没什么正经事 你要不这么说 我倒不疑心 你一这么说 我倒疑心你想逃跑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正经事 我真的有正经事要办 好吧 好吧 就算你不去 我是也要去的 而且有我替你做主 钱花得更多 到时候钱花出去 我也不怕你不认账了 吓我一跳 三嫂 你们也来了 你好 叶勋少爷 你好 白太太 老七 票呢 我有两张 给你一张 怎么只有一张 明明是四个人哪 这不能怪我 只能怪她 她没说有其他人来 所以只买了一张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再去买 不用了 表姐 人家要没有买我们的票 又何必强求呢 反正我已经看过了 你们去看吧 瞧你办的好事 还不快去追 我干吗要去追啊 我明明做错是吗 叶勋少爷 我很想和你聊聊 可以吗 今天啊 今天我约了人 改天好吗 那明天可以吗 那明天下午三点 办到咖啡厅 好吗 嗯 好吗 对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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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